未受瞩目的中共十八大人士安排进入了关键时刻 中共政治局已经提交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纪委委员候选人预选建议名单 并将由大会展开有差额的投票 专家认为中共的候选人名单就是各派博弈的结果 差额选举既不会影响中共的一党专制 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坚决维护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的目标 关注国家命运的人已经彻底放弃了对这个党的希望 在10号的中共十八大会议上 表决通过了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纪委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 并提交给各代表团 各代表团针对名单进行预选后 名单再交回到主席团通过 主席团成员包括握有实权的现任政治局委员 以及拥有政治影响力的退休常委 他们的意向对谁能入围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按照中共的惯例 中共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 因此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人选 对中共新人事布局非常重要 首先是选中央委员 选完了中央委员 然后再提交一个政治局的一个候选人的名单 这个候选人的名单还是由就是十八大的主席团的常委来提出来 事实上还是以胡金涛、习近平 以他两个的意见为主导 在美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持人刘英全指出 像江泽民、李鹏、曾庆红这些中共元老拼死露面 就是为了他们的利益 为死保他们的人 但是选举人名单出炉的时候 已经是各派博弈的一个结果了 台湾联合报指出 中共十八大召开的政治背景相当复杂 有三世同堂的新老交错 又有不同派别的利益之争 更有薄西来事件对中共政坛的重大冲击 因此中共十八大人士安排 可以说是变局连连的一次 而名单就是最大的变 有媒体透露 中共十八大中央委员的预备名单 有二百三十多人 预选差额比例将不低于百分之十 政治局常委除了习近平、李克强两位外 其他五个席位也实行差额选举 也由七到八人竞争 他这个差额选举意义不大 因为最后还得最高领导从 他们拿出名单来 而且他们这个名单拿出来的时候 谁排在前边、谁排在后边 这里边的学问也很大 他们要选谁的话 靠下边的人很难来改变 但刘英全认为 政治局常委的差额选举会对江派不利 由于团派可能占据中央委员的多数 这对前一段传说出局的中组部部长李源潮 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有利 而对阴动车事故处理不当的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 和对天津大火处理不当的市委书记张高丽 以及知识分子公敌的中宣部长刘云山不利 联合报还指出 在过去差额选举中 前中宣部长邓立群 以及四川前省长萧央 就是被差额掉的 网络作家彭涛撰文说 中共十八大在政治上所展现出来的保守 退步和团结已经表明 中共高层内部达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坚决维护他们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 而这个权贵利益集团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 就是中共的一党专制体制 他们不受任何法律和其他政治及社团的监督 利用权力将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最大化 而成为全钱皆有的最强势集团 因为开十八大而被强行离境的著名异议人士胡佳 对希望之声广播电台表示 关注国家命运的人已经彻底放弃了对这个党的希望